在香港歌手何韵詩山伏下 主著拐杖一頭白髮的天主教 香港教訓榮秀主教 陳日君書姬與其他人 一同步出法院 他們是香港已經停運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 香港法院在25號判決這5人 分別是香港前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 陳日君 香港前議員吳矮淫 何韵詩 嶺南大學前副教授徐寶強 以及秘書施承威 罪名成立 原因是違反社團條例 法官裁罰港幣4000元 相當於台幣15000元 或者港幣4000以下罰款 612基金是在反送中運動爆發期間成立 透過籌募資金支援被捕的抗爭者 好比聘請律師以及打官司 港府指控陳日君等6人 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間 在香港擔任612基金的本地社團幹事 沒有在指明時間內遵守香港社團條例規定 為基金註冊 由於已經高齡90歲的陳日君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修主教 因此這起案件更是受到關注 我當然是一個宗教人士 不過我希望這個人 不要跟我們宗教自由拉向關係 請大家報告那件事 不要太強調我的宗教的身份 我是一個很贊成 做這個人的援助 吳瓦寅在庭外表示 這是首起社級社團條例註冊申請的案件 對港人的結社自由相當重要 會在研究判詞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僅僅是因為未在期限內申請註冊 或者豁免註冊社團就遭到定罪 引發外界抨擊 而最後判賠金額並不高 似乎意在殺雞儆猴 歡迎收看林總統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